新汉语水平考试HSK5集 模拟试卷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SK5集考试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5集考试 大家好 欢迎参加HSK5集考试 HSK5集听力考试分两部分 共45题 请大家注意 听力考试现在开始 第一部分 第一到二十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师傅 157路公交车的车站在哪里? 就在前面 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十字路口左拐就是 女的在做什么? 二 你现在还经常去游泳吗? 是的 除了游泳 偶尔也会打乒乓球 下列说法哪项是正确的? 三 天气预报说明天有大暴雨 你哪儿也别去了 那哪儿行啊? 学生还等着我上课呢 就是生病也得去啊 女的是做什么的? 四 我今天给你打了一天电话也没人接 你干什么去了? 你没收到吗? 我给你发短信了呀 男的是什么语气? 五 小李 刚才有人来给你送花了 别和我开玩笑了 怎么可能呢? 关于女的可以知道什么? 六 小姐 请问您有预定吗? 包间还需要预定呀 那我们在大厅吃吧 对话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 七 小白 没看出来你乒乓球打得这么好啊 什么时候咱们一起练练? 不敢当 不敢当 我还得向您请教呢 女的是什么语气? 八 你帮我上网看看 什么牌子的洗面奶比较好 我想换一个 你整天把精力都用在这上怎么行? 还是想想怎么写论文吧 男的是什么意思? 九 这双有点小 有大一号的吗? 对不起 没有了 这已经是最大号的了 他们最可能在什么地方? 十 你快点呀 还有半个小时就六点了 着什么急? 不是七点才上课吗? 现在几点了? 十 你就知道房子 没有房子 我们就不能结婚吗? 我需要的是一个温暖的家 不是一句简单的我爱你 女的是什么意思? 十 你白天上课 晚上打工 是不是太辛苦了? 没关系 还有四个月就毕业了 男的是什么职业? 十三 难道你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 我怎么会忘呢? 十年前的今天 我的妈妈有了一个孝顺的儿媳妇 她们是什么关系? 十四 办公室里现在都有谁? 我想找个人帮帮忙 现在大家都很忙 小张和小胡出差了 就剩老赵和老杨 办公室一共有几个人 十五 老师 不好意思 我的校园卡忘在宿舍了 我想进去还一本书 你的校园卡号是多少? 什么专专业的? 下面说法哪项正确? 十六 听说小明的妈妈病了 是啊 为了给他妈妈治病 他甚至连房子都卖了 小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十七 你看 这上面说油价下个月还会涨 我从来不信这些小道消息 除非电视新闻报道出来 男的可能在干什么? 十八 麻烦问一下 几层卖儿童服装? 五层 五层 你在上一层左拐就是 他们现在在几层? 十九 您好 您好 我是106号画务员 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您好 我想查一下我手机的积分和化费 女的在干什么? 二十 二十 最近怎么样? 还是很忙吗? 可不是 姐姐给我寄的包裹 都是杨华去邮局替我取来的 包裹 是谁的? 第二部分 第21到45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 第二十一题 二十一 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 很多人都得了感冒 你也得注意点啊 是啊 我打了一天喷嚏 刚把感冒药买回来 我看看 这个药的效果不错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吃完以后 感冒很快就好了 今天正好在家 不用上班 我得赶紧把药吃了 等感冒严重了 再吃就来不及了 对话可能发生在什么地方? 二十二 老张和他老伴结婚已经三十年了吧 是啊 听说他和刘老师从来没红过脸 让人好不羡慕啊 看 那不是老张吗? 今天怎么就老张一个人出来买菜呀 他们是不是吵架了? 别胡说 你以为人家像咱俩呢? 可能是老张想给刘老师一个惊喜吧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三 过几天 刘明就要从英国回来了 我还真有点想他了 记得那年他是刚过完中秋节走的 可不是吗? 自从我去日本留学就再也没见过他 算一算都五年了 从2000年我们在学校第一次见面到现在 已经快十年了 我还真想看看刘明变成什么样了 你还别说 刘明肯定跟英国绅士一样 也许还能带回来一个英国女朋友呢 现在大概是哪一年? 二十四 告诉你做菜时少放点盐 你就是不听 这菜怎么吃啊 我已经比平时少放了 没想到你的口味这么轻 你就是只顾自己 不考虑我和孩子 好了 别生气了 不就是一顿饭吗 咱们今天出去吃 这还差不多 不过钱得从你的零花钱里面扣啊 女的为什么生气? 二十五 玛丽,怎么了? 是这次HSK考试没通过? 还是又跟飞龙吵架了? 哎,别提了 刚才我和飞龙逛街时才知道 他没通过考试 现在他的心情非常不好 我又不知道怎么劝他 你是他的女朋友 这时候应该多陪陪他 我给你们介绍一位老师吧 他汉语教得可好了 保证飞龙下次一定能通过考试 太好了 那我先谢谢你了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六 来北京这么长时间 你都去哪儿玩了? 天安门、故宫、香山 大多数景点我都去了 是吗? 还真玩得差不多了 我再也没看过 比香山更美的风景了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儿的红叶 香山的风景怎么样? 二十七 最近怎么没看见小张? 听说他当上你们公司的经理了 是啊 他都把公司当成家了 我们一星期才能见上一面 这样也好 省得吵架了 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应该多关心关心他 听说小李和小王 下个月就结婚了 你们什么时候有消息啊? 唉 这是很遥远的事情啊 现在工作最重要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吧 女的和小张是什么关系? 二十八 你好 请问张主任在吗? 我有事想和他谈一谈 对不起 他不在家 他先去北京出差 然后去哈尔滨开会 大概周末能回来 可是我有很重要的事 想和张主任谈谈 最早什么时候能见到他? 那你就周一下午到单位找他吧 他那时候一定在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二十九 昨天去逛街 真是什么事都不顺 那么热的天你还去逛街? 但是商场里应该有空调啊 是谁惹你生气了? 唉 温度是降下来了 可是心里的火却上来了 售货员的态度 就像我欠他钱似的 算了 咱是为了买衣服 为了他生气 不值得 快给我看看 你昨天买的新衣服 我要是买到了就好了 下回再也不去那家商店了 什么事让女的最生气? 三十 你最近好像没什么精神 是不是病了? 别提了 我家楼上刚搬来一位新邻居 每天晚上总是很晚才回家 而且走路的声音特别大 怪不得这几天总看见你趴在桌子上睡觉呢 晚上休息不好 第二天上班怎么能有精神呢? 我最近正忙着搬家 看来邻居比房子更重要 真让人头疼啊 找房子我比你有经验 我陪你一起找吧 男的认为什么更重要? 第31到3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王洛丹是中国内地的女演员 因出演电视剧《奋斗》中的米莱 受到大家的喜爱 从内蒙古赤丰 独自来北京闯荡娱乐圈 并非轻而易举 她没有米莱优越的家庭背景 而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成功 当初接第一部戏时 王洛丹的片酬低得可怜 出去吃喝花的钱 都远远超过她的片酬 可她却接受了 并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就这样 凭借日益成熟的演技 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王洛丹如今已成为 中国演艺界的新四小蛋之一 是众多80后乃至90后心中的偶像 31 王洛丹的职业是什么? 32 王洛丹能够取得成功 靠的是什么? 32 王洛丹能够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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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当初 为什么片酬很低 王洛丹也要出演? 第34到36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的父亲很爱我 但却不像母亲那样细心地照顾我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我去北京学习时 父亲没来送我 只有母亲来了 看到别人家 看到别的同学都有父母陪着 我觉得父亲一定很讨厌我 否则他不会这样做 在去北京的路上 我想父亲 我想父亲现在一定在家里庆祝吧 庆祝我终于离开他了 可是 从北京回来的那一天 母亲告诉我 知道吗 你父亲舍不得你 一直在家里说着你 他怕去送你 会让他更难过 三十四 去北京学习的时候 谁送我了? 三十五 去北京学习时 我认为父亲对我的态度怎么样? 三十六 母亲的话说明了什么? 第三十七到三十九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如今出门 真怕见到熟人 碰到多年不见的熟人 他们总要问你 现在在哪发财? 碰到多日不见的熟人 他们大多也要问你这么一句 你们单位经济效益如何? 你回答一句还不够 他们还想知道更多 比如你具体的公司 奖金等 其实 在国外 人们是不随便打听 别人的经济状况的 因为这是个人的私事 我不是害怕别人 问这方面的情况 我只是觉得 人与人之间 见了面 只问这个 实在有点不是味道 说真的 还真是怀念过去 吃了吗? 这三个字 三十七 作者为什么说 如今出门 怕见到熟人? 三十八 为什么在国外 人们不随便打听 别人的经济状况? 三十九 作者对 在哪发财 这句话的态度 是什么? 第四十到四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结婚七年 日子越来越没有意思 向妻子提出离婚后 妻子建议我们去云南 在船上一边欣赏表演 一边品尝着云南人的三杯茶 第一杯喝起来很甜 妻子说 第一杯是甜茶 所有的婚姻 都有过爱情的甜美 只不过 再甜的茶 时间长了也会变淡 第二杯是苦茶 从甜到苦 这就是我们的婚姻 人生很长 不吃苦 又哪来白头到老的婚姻呢? 第三杯名字也叫茶 喝起来却好像水一样 只不过刚刚喝过苦茶 现在却也感到了一些甘甜 婚姻到最后 就像一杯白开水 无论开始多么浪漫 最后还是会成为一杯白开水 慢慢品尝着三杯茶的味道 我已经理解了妻子的真正意思 四十 妻子为什么带丈夫去云南喝茶? 四十一 关于这三杯茶 可以知道什么? 四十二 根据上文 夏立哪项对婚姻的理解是恰当的? 第四十三到四十五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现在很多人选择喝瓶装水 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喝这样的水 一是因为方便 二是认为它干净 对身体有好处 但是瓶装水真的干净又健康吗? 不一定 首先 瓶子的材料是塑料 但是有些质量不好的瓶子 有杂质或黑点 甚至还有重金属原料 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其次 瓶装水的制作过程很复杂 其中的一些过程 可能产生了新的污染 另外 人们选择瓶装水 也与瓶装水公司的宣传 有很大的关系 这些公司提醒人们 只要每天喝八杯水 就能保持健康 但是实际情况是 我们吃的饭 水果 蔬菜等食物中 已经包含了很多水 所以根本没有必要 喝那么多的水 43 人们为什么喝瓶装水? 四十四 关于瓶装水 可以知道什么? 四十五 根据上文 下列哪项是正确的? 听力考试 现在结束 是 我先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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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事 有什么事